海峽滿晴天 海峽滿晴天 你說人深香彩香 多姿多慘又心酸 不畏心酸 不流淚 不怕困難和折磨 為了犧牲 為了風險 歷盡雲風苦彩流天 我要再寫寫的書 畫作彩霞滿晴天 可以 居然 你得解決 何必勞動你親自前來 除非你要殺的 不是我這血肉之虛 那天在江邊 你大可以把我沉溺疆體 何必今天要到這兒來呢 看你的傷勢 剛打上另一場仗 你應該嘱咐你的手下 要叫我們凌駕的人永遠站不起來 下一次出手應該更重一些 小夥子 我不得不警告你 目前你的處境是十分的危險 因為你還有看不見的敵人在暗處 當你全力攻擊我的時候 也是正好給別人攻擊你的機會 這個給你留下傷勢的人 目的不過是讓你立刻離開 可是我金大昌正好將法 我希望你留下來 難道不是你派人殺我的 這個傷你的人 不過是想試試你的展示和勇氣 是真的還是假的 按照你的傷勢和勇氣 這證明我的股氣是正確 你憑什麼給我股價 憑我是金大昌 全南昌 向你這一號的人加在一起 再加上一千個一萬個經濟的勢力 也虎不倒我 有戰場而沒有勇氣 對我來說是一種遺憾 不過 你想加入我金大昌的戰場 還距離好遙遠的一段日子 我現在已經向你挑戰了 挑戰 不是廣平一身硬的 你憑什麼 憑我爹在我身上流的血 你的爹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 你憑他已經是失敗 我爹並沒有失敗 還就是遭人暗算 這不是跟你目前處境一樣嗎 你的背後也正在有敵人的暗算 不管敵人是誰 我打的是一場功名磊落的仗 十年之內 我一定會完成我爹的心願 達到你的金大昌 就憑你站在這兒 不要說是十年 一百年以後 你也打不垮經濟的金字招牌 你一無所有 只有夢想和仇恨 除非 除非你到我經濟來 從學徒做起 金大昌你 我想與經濟挑戰則行 如果想跟經濟一腳高低 你必須要深入敵人的心腸 在他要害給予致命的一擊 在敵人找到你之前先找到他 那我到經濟工作 那我到經濟工作 岐不是對你不利嗎 我金大昌 不是算盤上的黑珠子 更不是你用一加一推算的出來的 是 武林清吉跟我爹 也不是你用一減一可以輕易消滅這樣 我希望你能夠保護自己活到十年以後 我們更樂意看到真正主宰南昌磁商的人是誰 麻煩她 suggests什麼 再一把 大家不把人家放在眼里 您也一样 朱青啊 掌上明珠也不过如此了 你还让我跟你爹 怎么样是珍贵你啊 当着全店的伙计面前 叫我像一个来得不明的小子 道歉 赔不是 叫我接掌经济以后 我拿什么管人家下人吗 朱青 娘不是替你挡过去了吗 你要知道 娘既然插手管这件事情 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可是孩子 别得礼不饶人 再说 你也没站在什么礼字上 我不要礼字 我只要信金就够了 长大 替我去倒杯茶来 娘既然我去替你吃茶 不 要她去 春兰 还不赶快去倒 冬青 你去 老爷子 你教朱青什么礼数 我从来没有过问过 可是你让她做春兰的事情 她做不好金家的大小姐 就应该做春兰的事 行了 你去吧 把茶 把茶交给大小姐 听见没有 怎么 还要春兰教你吗 春兰 这儿没你的事情 下去吧 屋里的事 不准跟外人说一个字 是 春兰 把茶端给你爹 我今儿个大要听听 你爹把一个野小子 当成了贵宾 把自个儿女儿 当成了使魂丫头 是什么道理 等等 你也尝尝被别人侮辱的滋味 你以为只有你的人格最尊贵 那个趴在地上的小子 有胆势 有勇气 你有什么 我有的谁也抢不走 我没有的谁也逃脚不了我 犯事 都是你娘统领 你以为你是金家的丹传 就目中目人了 百炼才能成肝 我都未经治不了你 爹 我不是姚厂的模子 你想把我烧成什么模 我就是什么样 我是你女儿 要我像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子 赔仆誓 道歉 除非把我变成一把土 那你应该像一把好土 要经得起火力 才能成大计 才能继承经济 老爷子 本来我就能继承经济嘛 我一生下来 就注定要继承经济的 谁也改变不了我 爹 你不是要喝茶吗 您整整我好 你看看 我方不会掉一个眼泪 他太像了 金家在我手里头 从没有捣乱去过 所以你入队以来 如果没有一个人 将来像我一样帮着你 谁也不敢说 将来金家永远不倒 我已经替他物色好了 他会招着一个好丈夫 因为他像我 我也希望 我的女婿 牵过你 你 我根本不得了 谁也没有 你怎么没看 哪儿 你怎么没看 他有没有看 啊 我想给你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 昨天晚上 我看了我爹的一些记载 我想找乔松年 找乔 乔松年 你找这个人干什么 学艺 找谁学艺 也比找他容易啊 他这个人 该一个女人怎么靠的嘛 知道了事不多话 真不少啊你还 那谁像你啊 知道的少 不知道的又怕 大叔 乔松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在什么地方 这个人 认识他的人啊真少 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的话 更少了 他是完成我爹心愿的第一步棋 我一定要找到他 这个人啊 是身怀决意 他所烧的瓷器啊 都是上品 不过他这个性 这个性情啊 有点怪癖 就拿南昌来说吧 真正得到他真传的呀 还没几个人呐 哎 清姐 恐怕你 要只要他在南昌 我就是剩下最后一口气 我也要求他收我为徒弟 那也许乔松年他根本就不在南昌锦德镇 他也许在九江呢 除非把整个南昌翻过来 我不会放弃的 我也绝不会离开南昌 哎 走 哎 清姐 哎 我问一下 这个人呢 是个大酒篓子 半年以前呢 我在这个玉仙楼碰见过他一次 不过现在哪 哎 清姐 哎 清姐 哎 哎 你是存心 要让他永远留在南昌啊 你这不怕晚上睡不着觉啊 哎呀 我尽管跟他说的都是假话 我半夜就能睡得着觉啊 那 老乔松年 就像大海劳针一样 就算把这个针找到了 这个针尖啊 能敢对这个 抵得过这个枪管啊 哎 哎 我没有药上酒啊 哎 哎 客官 您在这儿坐了一整天了 不吃不喝 哎 两眼瞪着千锋在看 我是想啊 给您来结脚疲劳 我又没有白做 一壶酒不能坐上一天吗 哎 当然 当然可以 哎 这个叫酒不喝啊 是您大爷的事情 哎 不过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八百次了 那个叫什么这个乔松年的 这我根本就没听说这么一个人呢 哎呀 我等我的人 你跑你的塔 找不到乔松年 我是不会走的 哎 这 哎呀 这进进出出 是否能让我这个这个小伙子记得脑袋瓜里的 哎 除了这个 嘿嘿嘿嘿 你 你可以看见了没有 除了这个大明鼎鼎的礼仪间哪 哎 我连做梦都不会忘记它呀 哎 哎哎哎 哎哎哎 可可可可可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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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人家是大面丁子的名者 你怎么能追得上嘛 你看看你 叔 刚才那小的要找什么人 我说我说 这个他找一个叫什么 乔松年呐 请请 先喝口水 你跟着我的车子跑 你热不热 不热 真的不热 奇怪了 大正热的怎么老是流汗呢 你的两条腿又不是黄包车 像你这样没命地追我们小姐 怎么能不出汗呢 小秦 还不快把窗子给打开 我跑了一天也怪闷气的 是 你这么一个劲地追我的车 有什么急事吗 我掉了东西了 还是那 最重要的两样东西 是不是 是的 那两样东西 是支撑了我向经济挑战的勇气 谢谢你 奶奶 谢谢你 玉娟姑娘 我要谢谢你救了我 要不然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把站在这两样东西上面的血腥 给冤居洗净 也许你不会相信 十年前 我刚到这儿来 跟你现在一样 因为饱受别人的欺负 又孤苦伶仃的寄人篱下 所以我心中充满了恨 我发誓 如果我有一天出人头地 我一定要把我所恨的人 迎头痛几 可是十年后的今天 我却发现 爱人 要比恨人 更能使你满足 我再也不需要 用报复 来厂房我的夙愿 我以后爱里面 懂得怎么样去原谅别人 如果有一天 你已有爱的经历 你就会发觉到 你再也不需要用报复 再也不会有这些意念 你瞧 我加个说话的兴致 说也奇怪 我看到你 我就有种亲切的感觉 也许 是因为看到了你 就想到我 从前的自己 我想 你的书一定读得比我多 如果将来 你遇到像我跟龙华 这样知己的人 一定会了解 再也不会有什么 比爱更重要的 在这个地方 我永远不会找得懂得爱的人 我想即使找到了 我为了复仇 我也会把它放在心底 有些话 放在心里头 要比说出来好得多 我今天也累了一天了 真想吃几样可口小菜 我去分副厨房 多做几样 不用了 你就别客气了 留下来嘛 一会儿龙华就会来 我还真觉得 我能照顾你 你会喝酒吧 不会 那你多吃点菜 坐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来 好 好 好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哎 让我 让我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哎 你们干什么你们 哎 哎 让这走 听了没 可以下去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对不起 我并没有帮上忙 坐 我是谢谢你 手下留情 因为这两个 都是我家里的 你家里的人 你家里的人 这两个是我家里长工 不过满脑袋装的都是见乎的 见义长工 他们为什么对你这样呢 还不是不准我到这儿来 就他们不想想 就算是架入小钢炮 也不能阻止我 说什么我都会来看玉娟呢 玉娟人呢 他 哎 对了 你到这儿来 是不是也来看玉娟呢 我叫他走了 好 而且 以后我也不会再来 我把这个送来 就不会再来了 哎 卢 我以为 他会留着 作为再来的借口 这个人 他挺有骨气的 他已经把这个借口给送回来 他要是愿意来 我还真欢迎他 虽然这不是什么好地方 可是我也不是什么坏人 再说 再说 这个人倒蛮好的 刚刚 他捏紧着拳头 准备对付人家的铁掌 我好像觉得 他心里面 好像觉得欠我们什么似的 我觉得这个人 挺可靠的 我们这些重感情的人 全碰在一块儿了 全碰在一块儿了 对了 我今天去找 乔松年师父找一天 乔松年到这儿来了 听说他来了 可是他却没来找我 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我到处去找他 我知道 对了 因为你觉得 你好像欠他一个恩吉似的 这个世界上 如果要是 谁都不欠谁的该有多好啊 嗯 你欠我的 我 我 我说一声龙太太 你却要改成好朋友 这中间的距离 你要用多少的欠就来补偿呢 如果你怪上龙太太的话 我要补偿就太多了 不光是欠就 还有一份道义小子 哎呀 要是你跟乔师父 加起来除二那就好了 他呢 海阔天空 谁也牵挂不了他 你呢 牵肠挂肚子 把世上的口奈全给背了起来 其实我能背什么呢 我跟乔师父根本不能比 你看 他腰里经常别着个酒葫芦 哎 你可别小看那酒葫芦啊 那是他的智囊 一久在手 嗯 他的才华就能盖世 如果他看上你的才华 你就别想摆脱他了 而且 他还非得把你给拆开 再拼成今世的杰作 不过他说 要是这身中 那遇上这么一个人 也不算白活了 还好 我不算是什么天才 如果我是天才的话 就算他把我这身病骨头给拆散了 将来也是一堆废物 不管你是废物也好 人才也好 你这一身 别想摆脱我 你这一身 才是尾童子 是尾童子 为了他 是尾童子 就像是尾童子 有尾童子 也能够带脱我 掉了 現在在 在經濟裡裡裡外物在搜呢 都搜了那些地方 老爺自己搜了我怎麼知道呢 老爺 你回來了 怎麼去那麼久 老爺子 我照您的吩咐 到幾家大批發生那 查了看最近市場的情況 順便去看了個老朋友 你 這依你看 你要是藏東西 會藏的院子哪裡 老爺子 這個我可沒想過 你所想到的地方 我都搜過了 這經濟雖然不是巴掌大 但是我金大批又豈是 背著一掌黏過的 是是 是老爺子 瞧你這個樣子 我要不是看著你長大不了解 我還真以為丟的東西 是你給藏起來的 丟東西了 按照就是新設計的模型啊 你以為是什麼 夫人 怎麼回事啊 我再跟弘元說 我怎麼也想像不出 他會是個賊 裸爺子 他是賊 如果他是個賊 那在經濟你所信任的人裡邊 除了你自己之外 就沒有第二個人了 哼 連我自己都不相信 因為很少人能除掉自己心中的魔鬼 就像你 你為了保護經濟 就連我跟你的女兒 都是你防備的對象 這也不是你心中的魔鬼吧 嗯 也許你心中的魔鬼就是他 因為我最信任的人 你就越懷疑 我 爹 您要懷疑他 您就罰他 您不要忽略了您正一家之主的權威 我們一家之主是奸妓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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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是奇怪的 那塊失蹤的模型啊 突然間神秘的又出現了 胡說 夫人不是胡說是真的呀 老爺啊到處的搜找 可就是找不到 可是那個都就 好了 找到就好了 好 來 這也可以洗腥全殿裡人的清白 嗯 你剛才不是在五指洪元嗎 唉 我剛才還沒有說完 我是說啊 我怎麼也想像不出洪元會是個賊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賊 怎麼能想像 是 老爺子 我洪元對經濟 對您還有夫人 永遠都是忠心根根 萬死不辭的 你平白的流這麼多汗 難怪叫人家懷疑 嗯 咱們經濟這上上下下的 咱們就沒有一個男子氣概的 誰說的 依我看 自你曾外祖父開始 一直到我 沒有一個不是掌舵的好手 老爺子 下會兒可別忘了你的職權哪 你平白的流這麼多汗 就連一個模子 居然自個走出去又走回來 這樣傳出去 不成了個笑柄才怪呢 不成了個笑柄才是 要有茶 你快吃吧 你ちょっと要是 找我 走 去哪裡 走 好 三 我还没收片 料理也收不到地底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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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样在黑夜里白白的流掉我们 你要是心里那么滑 或是想家想得凶 你可以到我那儿坐坐 冯华也经常一点哼梦着 我们很欢迎你来 来吗 明天晚上 我约了冯华等你 冯华老师提起你 我们真的很愿意帮助你 至少不让你做傻事 他说 你还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人 从我离开了老家旧家 我已经不需要别人照顾了 乔娟小姐 请转告龙少爷 我非常地感激你们 天才相 彩虾翩翩 大小姐 找您好半天了 原来您在这儿啊 您的燕窝汤 我已经送到您房里去了 要不要现在带来给您喝 你还记得我的燕窝汤啊 你忘了 娘告诉你 每天要什么时候 把燕窝汤送到我这儿来 我有事耽误了吗 大小姐 您别告诉老板娘嘛 待会儿把燕窝汤倒了 就是我喝过了 可是你得老实告诉我 刚才 你是不是跟那个伙计溜出去了 说呀 我们只是在 前面巷子里说说话嘛 这还得了啊 大小姐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 老爷知道 会赶她出去的 放心好了 我不说的话 爹怎么会知道的 以后啊 不许出去了 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小姐 春莱 你是不是还真的很喜欢那个人 刚才跟你在一块的那个人 刚才跟你在一块的那个人 大小姐 请您相信我 我们只是说说话 她是个老实人 我了解 能有个说知心话的朋友 是很不容易的 我就很孤单 连个说知心话的朋友都没有 我 娘有她的世界 她只要做经纪的老板娘 她觉得女人的脆弱 烦恼 都是不应该有的 她从来就不关心我 是不是快乐 是不是需要 是不是 爹 出来了 是我让她 否则你这番话让是她听了 有入我大小姐的身份 是不是 那是你娘的想 怎么 爹 您不这么想 我曾经这么想 但那不是对你 是对我自己 当我发现你娘的心中 只有经纪的时候 我就要求我自己 处处要像个经纪的主人 不要辱莫了这个身份 因此 除此之外 我在这个家里 什么也得不到 爹 您还有我这个女儿呀 但是你娘更希望你像她 她不愿我改变你 所以你从来就不喜欢我 我更喜欢所有的可造之才 如果你的个性 不是那么倔强的像你娘 你会成为一个好商人 可惜呀 爹 刚刚您不是说了吗 您要好好调教我的 怎么 您放弃了 爹 人家我要听你的话的吗 你娘的高傲和刚愎自用 是我和你之间有很深的一道戒气 她生下了你 就表明了态度 你是她一个人的 不 爹 我不要跟娘一样 我不要像娘一样 自以为高高在上 什么人都看不到眼里 爹 你也没有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孤独 人人都把我当大小姐 连个朋友都没有 这是金记的传统 在金记是不讲感情的 你怎麼會有意義的 我聽不懂 爹對你的責任 就是要把你訓練成 南昌最好的商人 爹 怎麼從來你就不讓我接近您嗎 有你娘在我的中間 爹不希望為難你 你說得對 你娘雖然在經濟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 可是在一個女人來說 是很值得同情的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你 不 爹 是您對娘太失望了 您把自己的感情封閉得太久了 從來你就不讓我接近您 娘要控制我 可是她又不愛我 我 我比 我其實比春蘭還可憐 我能夠找誰呢我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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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派人去找我們兒子回來的 可是 可是你跟五福這兩個人 不是金大昌的對手 而清吉他又只是個孩子 別急你不要著急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就是了 不讓他回來 可是你也答應我 在這兒好好地休息 大神 大神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南昌是派人稍息回來說 說清吉被人打了 受傷很重